眼睛小的眼睛是肚子的話就很醜樣 你試試找一個眼睛小而不型的男生給我看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 讓我看見他大細波的 你看看會不會是簡胸圍出事 或者本身的胸圍是大細的 未能夠考究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說真的,我很喜歡羅天宇 因為我覺得他很英俊 這些是王子感覺的 無論他一舉手一頭足都很有王子 怪不得他這麼唔得女 整個樣子 無論他不夠那個洞 那麼高,但是很英俊到 那個洞,左手面的男生 整個樣子就很熟,認不起 我寧願他扮斯文一點 如果他的樣子這麼熟 如果他又想扮演的話 其實有一點昂貓窒窒窒的樣子 不知為甚麼 要不他的髮型就不要這樣攪 如果他的樣子這麼熟 其實他可以戴眼鏡 會比較教育 或者是智慧一些 但是他現在又好像羅天佑那樣 特地要安排他穿一套西裝 但是他穿了樽領的衣服 其實今天也挺熱的 再製造一條銀色的鏈 再中間又再製造一條鏈 但是他的樣子不配 你說如果陳山聰穿同一套衣服的話 會有型很多 但是這個人的頭 他的眉頭眼壓 他的樣子就像書呆子一樣 所以有一點不配合 我不知道是誰幫他選衣服 他好像有一個富貴的女朋友 但可能想男朋友扮得帥氣一點 不知道 但是女生來說 我覺得女生眼細是很吸引的 但是男生眼細來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見過眼睛很小的男生 除了Richard Geer眼細 但是很難說男生眼細得來很帥 除非他有另外一種味道 例如有男人的味道 或者有些氣質 或者很不激 都不出奇 但是如果他眼細得來是熟的話 其實很醜樣 對不對 你試試找一個眼細 而不型的男生 找個英俊的給我看看 麻煩你留言告訴我 對不對 Dior,CLS Thank you,Shirley 謝謝你 另外當然要講中間的女生 你覺得中間的女生怎樣 很多時候我沒有什麼要留意 但是現在因為要做全職YouTuber 我會多了留意他們穿的衣服 或者什麼 平時他穿的衣服沒有什麼特別大印象 但是今晚就有少許不同了 因為這些說訪的衣服有一種若人若然 他不會太過路的事業線 其實告訴你 任何情況之下 女人當然是被人看 女人若然是好 就是好過看全相那種吸引力 你讓人有一個空間 就好像畫畫那樣有留白 你有一個空間讓人幻想 如果人家的眼光能夠停留在你 因為看到與看不到之間 人家自然如果想看的話 你會吸引 他就會把眼光停留在你身上 如果你說 完全什麼都看完 你拋胸 很深的視線的時候 那人不是看你的樣子 或者不是看你全個人 只是眼神集中你對胸 那你變成沒那麼好 今晚這條裙子選得非常好 我覺得不失高貴 其實這條裙子很特別 因為在場之後 待會有人會穿紅色 但是這條紅色 我幾乎今晚看到他們走紅的 我當然看不完 但如果你說今晚的話 紅色的話 他穿得最好看 因為他白正 根據我一位時裝達人的朋友 他說外國人 你見到荷里活 那些明星選擇紅色的晚禮服的時候 其實可以穿得很好看 因為他們是白皮膚的人 白種人 白種人穿紅色的話 會容易有一個反差 就是相對性會凸顯白皮膚 而黃種人的話 如果普通皮膚不像白淚透紅 你強行蓋上紅色的裙子 在身上 不是每個人都能穿得到紅色的 你看到 怎樣說 很少 現在都很少看到 那些人穿紅色 那些歌手很少穿紅色 家燕姐都不穿了 家燕姐穿的衣服很色彩繽紛 劉沛月這件穿得非常好 加上整個人 overall 他不算太矮 所以他自己走出來 都是有一種氣質在 今晚的選擇非常好 但我的照片看不到 哇這個很重要 這個麗花王公 大哥 對不對 哇 Christy出去 Hello 多謝 這張照片看 就看到一群麗花王公 外面有些花牌 送給哪個小姐 哈哈 送給哪個小姐 大哥 對不對 哇 真的不得了 這個 他上身衫 零零射射 那塊布 不感覺有什麼高級感的 可能就是泳衣 會不會 肚臍有一個洞 但是他這樣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洞 給我印象就是 那個洞好像不均衡 還有 死了 讓我看到他大小波 你看看 會不會是柬空圍出事 或者本身的洞 是大小的 這件事 未能夠考究 好 接著 肩膀本身太小 如果這麼小的肩膀 就不適宜穿跌膊的衣服 反而冠軍 就在這個右手邊 最拉尾 就是最右邊 那裡 他的肩膀就漂亮 胸 如果說胸 不一定是大波 穿衣服才漂亮 有時候 平胸的 看看你穿什麼衣服 總之你配合那個設計 就這樣 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剛才說了 好了 總之這個女生 是很出事的 給我的感覺 就是麗花皇宮 我不感覺到 他在去一個 很盛大的頒獎典禮 另外的髮型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她們這樣 適心地去弄髮型 可能 哈哈 是不是 剛剛起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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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回家睡一會 你今晚也沒有獎 你好像還沒拍劇 但是 哈哈 哈哈 好了 繼續看完 我也說了 口字的留給我 專業的留給我 哈哈 哈哈 一班 是嗎 OK 看看還有什麼 讓她繼續 那個港姐 你說今年的港姐 美不美 因為她有少許混血兒的特色 就是混血的 我覺得她的樣子不醜 至於你說她將來 可以發揮到 沒有機會紅 看她的演技 所以她坐了一整晚 偶爾拍一下她 我沒有覺得 為什麼她要今晚坐在那裡 除了因為她是香港小姐 我找不到什麼原因她坐在那裡 可能叫 曝光一下 謀殺菲林 但是記者不多拍照 本身 這裡一直是四個人 你們不知喜歡哪一個 第一個 右手面第一個 其實她是穿一件睡袱 哈哈 其實第二個也像睡袱 第一個 如果你看真的 其實別人也有很多 不同的手工 在布料上 有些挑花 可能你近鏡會看到 有個名貴感 但我現在遠看的話 像是睡袱 哈哈 幸好她的髮型也好 不像剛才那樣 第二個 她的粉 是太跟皮膚的顏色接近 變成完全看上去沒有什麼特色 再加上 其實有些睡袱都是這樣的設計 穿睡袱的頒獎典禮 都不失為一個搶flow的方法 她可以保持著 還有她這四個女兒之中 第二個是大波 最大波 再穿淺色的話 那就更加大 吹氣球 我不知道會容易 是不是這樣 哈哈 好了 第三個 紅色 第一個紅色的一個女孩 其實我本身喜歡她的衣服的設計 但無奈地 她的質地太過輕薄 一邊有皺 一邊沒有皺 但另一張照片更加更深 看到她的另一件事 不是黑蹄 你放心 應該她是沒有露黑蹄的 但我待會告訴你 我挺喜歡 其實她本身的裙子 如果質地比較挺身一點 會高級很多 現在一鑽梅菜 加一下你要怎樣 意思 梅菜清豬肉 梅菜清幻魚 意思 哈哈 我看到那些報料 我就覺得 完全浪費了那個設計 我懷疑會不會是 怎樣說 淘寶東西 大哥 是不是淘寶東西 我不知道 好了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為什麼只拍到她一邊 股頭有跌 一邊沒有跌 會不會是 布袋帶跌下來 不小心 露布袋帶這樣 以前的女演員很流行 謀殺菲林 哎呀 掉了東西 撿回來 然後露一些事業線給你看 給你拍 但是現在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她的設計是這樣的 還是她不小心跌跌 但是 整個布的質地看下去 有點像擁抱 以前我聖誕節 沒有布置闢板 要按釘下去 有點擁抱 那個感覺 所以看下去不像太高級 這四個女兒都一般 好了 繼續 但是 那些髮型的話 中間那兩個髮型都OK 妝都OK 尤其是第二個妝容是漂亮的 但是如果真的睡衣化過這樣的妝 上床睡覺的話 可能她老公會開心 但是她自己的皮膚 長年累月的話 會長暗瘡 哈哈 這個再是看到的 這個女孩子 普通 她冠軍那條裙 太普通了 所以我想 也沒有什麼特別 謀殺到什麼菲林 OK 誰說 Kristine先說我太搞笑 怎樣太搞笑 OK 繼續 謝謝你們 這麼多人進來 這麼多人進來 先給個讚 麻煩 你看到劉沛月 整個妝 或者髮型 和衣服都欺負到好處 因為她本身沒有戴頸鏈 我看到她又戴一個 類似珍珠 這樣的戒指 OK的 但是她戴頭上面 沒有特別其他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 有些圖案的耳環 我覺得她都適心打扮 無論是衣服 那條裙的設計 或者那條裙的布料 還有她的妝容 發型 overall她都有80分以上 如果我個人感覺 你們可以繼續 你們可以留言評分 這個星星月亮太陽 星星月亮太陽 是吧 尤其是這個肚臍有個洞 我覺得 哈哈哈哈 是啊 你看上身衣服 上身 哎呀死了過了 我其實是想給你看的 原本這個女生 右手面那個 那個呢 我還沒說她 其實那個 哎呀 哎呀真的 我忘記了我有沒有吃晚飯 其實 是啊我也吃了少許 你看她的布 這個右手面 第一個女生 本身我喜歡她的裙子 下身 開叉的位置 就是四分三個位 但是呢 她這個布料 看上去好像鬆飄飄 旁邊那裏 被一個女生 第二個女生的肩膀遮住了 那邊是 蟲蟲蟲蟲的 那裏呢 她的胸 不是很貼 變成 如果你不是太有胸 的話呢 你又穿這麼新 這麼鬆的布 的話呢 看上去好像 怎麼說 你顯示不到女性的線條 就算你平胸 你平胸 就算你貼胸 但是你平胸都OK 但你鬆飄飄的話 被人有一種 怎麼說 那些布料很差 我不知道 就這樣 視覺上面 Perception is reality 那 你看看這個冠軍 OK的笑容 另外我覺得 妝的話 冠軍 和這個右手面 第二個妝都不錯 OK 看看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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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第二個 就是右手面第二個 眼神不錯 OK 另外這個 如果整個 就是全部 這一類的女生 應該呢 就桃紅色那個 是選擇得最漂亮的 因為呢 比較鮮艷一點 還有呢 鮮艷一點 因為有些 如果你說 右手面第一個 它的質料 沒有那麼醜 會好很多 但是如果 這隻顏色 都 真的好白 穿上去才好看 還有少少 女人味 風騷那隻 就穿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整班 有些橙色 橙色其實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carry 但是 桃紅色的話 加上 右手面第三位 不是 左手面第三位 這個桃紅色的女生 你看看 他整個桃紅色的笑容 是最燦爛的 眼神也很堅定的 看著前面 我相信前面應該是 一些記者的攝影 來的 所以呢 他懂得搶flow 朝著 光圓 那邊 啪啪啪啪啪 這樣 反應要快 另外呢 覺得他的笑容 都是充滿自信的 覺得自己 走出來覺得 整班 我最漂亮的那隻 你看到他的微表情 OK 笑得是否最寬容 港姐冠軍 笑得歡迎 但是那隻顏色 橙橙的 不及他的桃紅色 那麼搶眼 還有鮮艷 因為你顏色鮮 加上你皮膚白的話 感覺上 就可以有一種 年輕得來有女人味的感覺 我覺得 OK 另外呢 他衣服前面 有個大蝴蝶 這叫有小款式 有個pattern 不會太過plain OK 好 繼續 這個像 哇 麗花王公走那麼久 這個 現在無線力捧 你看他的微表情 為何他好像不太笑 做事太辛苦 或者是他私底下的男朋友 喂大哥 原來他的衣服很貴 你本身看不看得到 他呢 怎麼說呢 肩膀其實不算十分好美 但是他胸 OK 當然上身 還可以 但是你看看他 無端端做了個手套 原來這件衣服有手套 我覺得沒有必要要那個手套 對不對 因為呢 他已經 怎麼說呢 那個身體已經是半截了 如果再戴上手套的話 吵洗碗 大哥 對不對 這裡有請工人 因為不用你洗 大哥 對不對 然後呢 那條皮帶呢 皮帶呢 給我感覺上 好像醫院的護士一樣 醫院的護士 你看看是不是穿了護士鞋 但是呢 因為呢 這個皮帶呢 粗得來呢 是不漂亮的 皮帶扣刀是不漂亮的 立刻呢 將整件衣服是downgrade 你看看 原本去襯這條鏈 襯這條裙子 都很漂亮的 但是呢 哇 那條皮帶好像一個 怎麼說呢 總之是不漂亮的 就是那些護士那些 醫院護士 制服誘惑那些 我曾經看過AV的 一個系列 制服誘惑的 印象中呢 就是呢 有個姑娘呢 在醫院那裡 跟一個病人 鬼混 那樣 那樣 剝開那件衣服 凸出一個肩膀 出來 就是有露肩膀 但是呢 有這些護士的皮帶 我那時候 我是看到AV那裡有這些東西的 那另外呢 他的裙子呢 如果你擺了皮帶的話 如果你沒有皮帶會好很多 因為你有皮帶的話 你會擠了一些 你一走路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未必有肚腩的 但是如果他走路的時候 那你的風會迎面吹的嘛 迎面吹的話 就變成你前面的線條 除非你是六塊腹肌 人魚肌 人魚線 但是現在有一點 凸了出來 加上布料不夠挺身的話 就可能被人感覺 以為你有肚腩 即使你沒有也好 那就敗筆了 加上我覺得那一粒粒透明的手套 我自己覺得是多餘的 這個設計其實本身是特別的 它有摺的 有雜的 另外呢 外面圍了一條圍裙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穿得不好看呢 因為本身這個設計也有少許特別的 有少許像婚紗 就是下身有少許像婚紗 就是下身有少許像婚紗 記不記得 這件衣服本身的設計是特別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她的氣質一般 就是其實 本身這個女生的樣子應該是可以更漂亮的 但是她的表情好像不是那麼開心 喂你去這些日子 是不是未紅鮮嬌加下 你看她的樣子有少許都黑面 難道你想扮Yoyo 因為去年Yoyo黑面的時候 她坐在Yoyo的旁邊 然後很好笑容 那我轉過去 想著看看 王浩信跟你說謝謝 這樣轉過去 但是轉過去的時候 看到很尷尬 Yoyo黑面 她馬上轉走 大哥 就是你多謝Yoyo 是不是 如果不是那個黑面的表情 拍到你三分之一個頭 有鬼人認識你這麼快 大哥 全世界都看到Yoyo的黑面 但是拍就拍到她 這個何依庭 就是三分之一的面 所以告訴你 你將來拿獎 記得多謝Yoyo OK 本身這個女生的樣子不錯 但是你說 現在這一剎 我不知道她被人捧她 做十月初五的月光 我不知道她是否紅 但是她好像 王以文 有一個叫王以文 以前在郭泰做空姐 一個女生 整天都可以做女人 但是 整天都沒有獎 好像提名都不知道 有沒有 等一下就見到她 她那個有小氣 真的像 美女 但你又不感覺到她 做女人的材料 給你看多一次 她是AV制服的護士皮帶 我不知道這張照片 有沒有拍到她 這三個人都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今晚都沒有獎 中間應該是穿 類似印度 以前的肥女人 擠幾條車輪出來的 她駕在中間 額頭 第三眼的位 還沒有放一顆 紅色豬沙 不然就像 印度 但如果這些形象 走出來的話 有一點外套 除非你說 很漂亮 但我覺得 不太適合這個場合 可能你 小數民族 你參加 別人的節日 新年 你穿尖沙咀 重慶泰霞 這樣可以 十分之歡迎 你免費吃 咖喱 Every Sunday I eat Galichigan 哈哈哈 對不對 Every Sunday I eat Galichigan 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現在 無線 隆重 一年一到的頒獎典禮 大哥 對不對 我覺得 他們已經放便宜了 想著沒有想要 另外一個也是 犯了毛病 好像 你做節目主持 不像他那麼隆重 旁邊的男生也是 這些可能是 平時你上街去超市 或者去看電影 和女朋友 拍拖的衣服 大哥 哈哈 哪裏是頒獎的衣服 不要說 老友 對不對 可能 免費 省些錢 出現了一次 那你 真的不便宜 你買一件禮服 一個這樣的場合 就一次半次 可能 OK 繼續吧 Yoyo 你看一下 神情 看它的 耳環 選擇得好 好不好 它搟起手指 搟起手指 不是中指 只不過是搟給你看 應該這些 全部都是贊助的 贊助的 一定要 幫我拍照 發放相片 才對得住贊助商 如果贊助商 即是贊助商 今晚你穿這條裙子 不如這樣 你幫我們戴 就知道哪個牌子 如果他不拍的話 下次別人不找他 不懂做 不懂做 這樣 但他經常很喜歡露背 穿露背衣 但你現在見不見到 這條裙子 麻煩下次叫助商 補一點點粉 因為那塊褲子 有點缺陷味 我覺得 OK 有沒有老賴 老賴應該沒有 但那塊褲子 有點不完美 如果有些強迫症 會不會走過去 幫他找些沙粉 抹去散 散 對不對 好老實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小強迫症 我那些什麼 首期電話 Notification 那些紅色的 我看到一定要按出去 按了去 所以千萬不要在看 不要在我面前出現 我看到不舒服 因為我走開 要不然的話 我很想找些沙布 散 散煲會不會有些污漬 對了 OK 我猜他應該知道自己的背部很漂亮 但這裏 你見不見到 在他的手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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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底的位 其實那個布 做的那裏 這裏有少許 不知道 因為 他的設計是這樣 你們見不見到有些歪 我見到 即是不貼身 可能很last minute 走去 怎麼說 走去 改不切 我自己眼見 如果我肉眼見到 就應該是有少許捏出來的 那個布料 在左手 隔壁底的位 對了 如果你晚禮服 當然要貼身 這些是可以收的 但可能是最last minute 可能不知道 那些投票 差不多今晚黃昏了 六點才派彩 告訴他 你有份 應該不是 如果不是他 即是他王浩信 和蔡師輩 知道今晚沒有獎獲 所以不出現 應該不是這麼last minute 叫他們出現 即是叫他們出現 OK 繼續看下去 告訴你 這條裙子 本身是好看的 我覺得 大腦 大腦 這些實質沒有黏牙 因為如果你是荷里活的明星 這些都是比較簡弱 你再看看cutting和布料 這個布料夠挺 所以下身 好像宮廷式 是散出來的 即是有那種隆重感 再加上你看看神情 你知道嗎 神情告訴你 這張照片 在閒紅地毯 未入會場的時候 即是未接受獎項 已經在外面拍攝了 他的身體語言告訴你 和他得獎的時候 身體語言是很不一樣的 他的身體語言告訴你 今晚我有沒有獎得 我都好 我一定要謀殺了很多菲林 他的志願就是在今晚 明天白白聲 所有的傳媒都會登他的 還要是頭條的 即是告訴他 我走出來就贏了 即是無線 暫時來說 女藝人之中 是最受歡迎的 最受大眾歡迎的 即是最多粉絲 我猜暫時來說 但是李佳心 因為他可能 一早見到李佳心 說出了事 大哥 還不是今晚我最漂亮 對不對 這些聰明 你看 OK 即是很保險 很穩陣 穿這條裙子 還有你看看他 就是這樣 拿起裙子 這些身體語言 還有兩條仔 即使他不是女一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這些是女主角走出來的氣勢 對不對 所以輸人就不輸陣 而且你要訓練 即是你要走出來 除了你自己內心有那種自信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可能你要對著一塊全身的鏡 你做一些姿勢走出來 即是如果嚴肅來說 例如年尾 你要去annu dinner 你要看一個全身的鏡 你的形態 就是拿起好像一個公主那些 或者一個皇后那些 你見不見到他 即是完全是左右護駕 那兩條仔 就是傍著他 即是他才是主角 所以他做不做到女一的話 他今晚就是要做主角 所有的focus都在他身上 這個人在這剩下的focus都在身體原製 告訴你這件事 我剪的影片這麼慢 有自信 Alex 這裡 你看看說話 如果他帶一條比較閃一點的鑽石鏈 在他身上的珠珠一點點 我會覺得更加配 但是 看看有沒有 哪個sponsor你 那時候偉英雄去 不知道出負還是拿獎 人家sponsor他 二千多萬的珠寶手飾 那你現在可能 還是有一個距離 所以sponsor他那些 又暫時未去到 或者被這間接觸先登 我猜一下 這樣 但是如果這個款是挺漂亮的 尤其是我覺得 我都喜歡它的項鏈 但是如果它的項鏈是鑽石的話 會漂亮很多 OK 又是那個 即是有一疊的背脊 我真的看到很想找些沙粉散 快點skip 這個 你看看 是不是 即是大明星的風範 我告訴你 幸好蔡司貝沒有出來 如果不是人家走出來 你走到一邊 免得很尷尬 還有無線 可能一早已經知道 就要給最佳女配角 Yoyo 所以 就叫 這個很重要 你用我的尷尬 我來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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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